除了是一位牙医师 赖慧娟更在鸭花创作上有杰出的表现 犹如彩画般的牙花作品 细看下会惊讶地发现 如此细腻的拼贴 将自然界的花草做了最美的呈现 这些作品都是艺术家赖慧娟的创作 平常主页是牙医师 在休闲的时候 就与好友外出采集花草材料 在美感的编排下 赖慧娟的鸭花创作 揍出个人的特色与风格 因为我本身是牙医师 牙医师有很多的压力存在 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只可成功不可失败的 所以事实上压力是非常大 植物学是我从小就很喜欢 我一直很想要研究植物学 可是当时的环境是不允许 那当我知道有这个植物的保存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高兴 而一头就投入了 这是我另外一个解压的一个世界 和把艺术结合在一起 艺术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东西 在这一条压花艺术之路 我有好多的好朋友一起陪我 我们共同寻优仿盛 一起去找花财 一起游山玩水 还有我的先生是最重要的推手 他在我的背后一直在鼓励我 做这方面的创作收集 不然不容易 因为这个要花很多时间 还有空间的收集 所以我先生是我最大的背后推手 赖慧娟在咸鱼时就和先生外出找材料 也借此休闲方式结交了许多好友 这天在海科大的开展茶会上 许多亲朋好友都前来欣赏 海科大校长也赞赏赖慧娟的压花极具特色 而这一切的用心背后 还有同样是从事医师的老公 那里支持和协助 让赖慧娟的创作能得到很好的助力 法级新闻五庸曲高雄采访报道